生活需要感动 在匆匆忙忙的都市 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好像都被忽略了 有些人归结于 是因为整个城市充满浮躁的气息 有些人认为 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又有些人以为 自己早被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所麻木 是因为浮躁吗 是因为没有棱角吗 还是因为真的麻木了 也许都有点 也许又都没有 只是在这样的城市 人们越来越缺乏的滴滴是一颗感知的心 生活是需要感动的 这样的感动不仅仅是爱情 更来自于友情 来自于亲情 来自于彼此的心心相惜 更来源于内心时时刻刻的牵挂 生活中一个细微的感动 可以带给人良久的心绪 而这些心绪需要心灵的感知 然后 怀抱感恩的心去生活 一切都将会变得美好 付出和被感动的快乐 同样让人拥有幸福感 也许 这才 是我理解意义上的生活 不一定拥有足够的财富 却拥有无数的关爱 不一定拥有至高的地位 却拥有许多对你微笑的脸 不一定拥有控制一切的权利 却有人愿意为你付出 为你牵挂 打开仅有的窗户 我同样可以拥有阳光 拥有空气 拥有美景 也许事业狭窄了些 但终究那是我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 我安排好自己的每一步生活 在这样的世界 我也享受着和朋友惺惺相惜 迷恋上雨季 不等于不喜欢灿烂的阳光 独自坚强面对一切 不等于不希望 有温暖的臂弯 人是很被容易感动的 而感动需要真实 真实的生活能让我们感动 生活的真实能让我们感动 当你遇到让你感动的事 那你是幸福的 生活需要感动 而感动需要真实 点点滴滴的生活 丝丝缕缕的感动 我们的努力和坚持 也离不开您的支持 记得点击订阅和提醒按钮 也欢迎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交流 一起维护好这个频道